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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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那我记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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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刚刚讲到就是七岁到十八岁就是一个要符合学校的系统那样状态 十八岁以后又是学校来配合你 十八岁以后就是的确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就是他们的状态就是或者他们的生活模式就体现出了就是中间的那一个就是我们自觉会称它是排毒期 对对对那样的状况或是就可能就是你会先你可以请就是分享一下你当初的那一段排毒期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排毒期就是无风接轨的概念 不因为我本来就都是用自己的好奇心来学生嘛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因为我三个幼稚园六个小学人一个国中每个都只年一年 所以我其实没有没有机会累积那个毒素就我没有机会去把自己寻化到好像是一个特定的制度 因为其实即使教科书不一样在每个老师手上都不一样 所以我等于每年转一个学校的意思也就是说那我把这个知识穿起来还是我得自己做 因为并没有一群就是同样的同侪或一个固定的班导或一个固定的学校帮我做这个定毛的一个工作 相反的在这些不同的诠释里面要做定毛一定要自己做 所以本来就是这个我们叫做思想的思路或者是我们说时间结构空间结构这些本来就得我自己做 那这样自己做惯了其实到最后全部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时候就不需要排毒 因为我本来就是尽可能的在做这种事情 你刚刚讲到说自学就是还蛮需要靠好奇心来进行 那当然 就是一切的东西 对那你觉得你的好奇心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被培养的 我本来就有人这个联知良能生而有之吧 对那可是就是的确就是有人就是还保有这样的好奇心 就是更多人就是他可能就是 就慢慢的被挫折了嘛 就是说如果大人说啊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啊 或者说这个不要问啊或什么之类的 慢慢好奇心就会被删减嘛 那我比较幸运的是说就是在我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碰到的很多就是长辈或者老师都是本身也是对学王很好奇的人 所以他看到一个小孩有好奇心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那我们一起来学 他不会觉得说好像对我的权威造成危险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好奇心就自然不会消除消弱 那所以其实是家庭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有这样的 家庭当然是其中一个啦 那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实际上碰到的共同群星症 那这个其实也要回来讲网络社群 就是说当我到十二三岁以后我开始在意的东西就可以可能开始比较偏门了 意思就是说地区的图书馆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书讲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在这个左邻右舍可能这个行政区里面关心这个的学者可能也就只有那么一两位 那这样的话到这个时候就会一般来讲会开始碰到瓶颈 那这个时候通常也是大家会说那你不如还是去考个什么系 因为在那个系里面才有那么多这个在意你对这个这么片门的想法的这个这个人 那但是因为忘记网络的一个承诺嘛 就是说你不管在意的事情在片门 你在的事情在片门 你在网络上大概都可以找到五千元跟你有一样的兴趣 所以其实承接这一段就是可能需要增加 那等到这样子相信陌生人的习惯一旦养成 那后来到我可能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发现说 因为我当时做的那个厅真的太片门了 他在台湾可能完全没有人在做 那所以这个在做的人可能在日本可能在德国可能在其他地方 那我就轮流去住他们家里这样子 那他们这个反正就必须要这个这个想办法让我吃饱了 那如果这个觉得养不起我了就要建议我下一个要去哪个地方 就是寄宿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就是叫coach surfing 就是沙沙冲浪的这样一种活动里面 其实他就是在练习一个相信在网路上的建立的关系 能够转换成实体关系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也是有网路跟没有网路的时代最大的一个差别 如果完全没有网路的时代的话 那一般来讲这个都会教育小朋友说 这个不要随便上陌生人的车啊 这个不要这个莫名其妙跟网友见面啊 对 那但是其实如果你有用这个500或台湾大车队交车的话 你一天到晚都在上陌生人的车啊 所以就说这些都是有网路之后 网路的信任系统慢慢进入这个现实里面 那就是所以你当初最早开始就是做 比如说沙发床这样子的行动大概是多 小规模的就是在岛内嘛 或者是在不远的地方 那那个当然就很早啊 可能十几岁 十四五岁吧 因为我就开始创业嘛 那创业就要全台湾找资源嘛 所以这个当然是最早的 那国际上的大概二十三四岁左右 你刚提到穿业所以穿业是从十四 算十四吗 我十四岁的时候只是参与每个朋友的公司 十六岁 对十六岁的时候才 因为那家公司从出版社变成一个 做网路软体咨询的公司 那所以本来是咨询人出版社 那后来变成咨询人的这个网路公司 那所以我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里变成 就是等于第二阶段的这个创业伙伴 那是我们三个主要的大股东嘛 那但是各三分之一的股份 但是前一个阶段我只是作者 然后跟就是帮忙加一个 肥官方的卖书的网站这样 讲到成应该有蛮多人会好奇 就是当初是怎么开始 就是你刚提到你十四岁 只是很参与人 对 那十六岁就这样 对 就是有股份 对 然后我在看就是那个 那个称长这样子 对对对 就提到说就是这个股份其实是 就是算是家人 因为我还没有十八岁了 对对对 我事实上不可能去开董事会 对对对 家人就是那个资金是从家而入籍 对对对对 是是是 对 那当初你是怎么样 刚才能讲这件事情的 其实当时我就是有做一些作品 然后想要分享给更多人 这是最一开始的想法 那当时当然因为有非常多搜寻引擎 那每一个都烂烂的 那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去把各个不同搜寻引擎把它叠合在一起的 叫做Fusion Search这样子一套软体 那当然后来有很多功能啊 可以找这个电脑也有档案之类 就是但是这些其实对我来讲 我只是觉得说如果我们有通路有行销 有参加Computech有得一些奖 那这些大概就可以让我的作品 让更多人知道 不然的话就是我自己加个网站卖 那口味相传大概也传不到那么多人 其实最最早的想法就是这样 那当然后来就开始做像线上拍卖的网站 那其实非常多网站 线上社群网站等等 那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大家看到的这些作品 觉得说这些年轻人写的东西还不错 那大家有不同的愿望嘛 那大家的想法我们试着把它集合起来 然后做一些大家可以在上面互相交流的平台 大概就这样 那你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家人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 爷爷奶奶这一辈的 就是他们能够理解吗 应该可以吧 因为我妈也创业很多次嘛 对上周 对对上周嘛 然后后来当然就是种子学院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创业了 对所以其实他们对创业是蛮了解的 因为已经就是有我妈在前面这样 嗯 好 了解 好 那就是提到第三个问题 就是从现在 就是现在的生活 不管生活状态 或者说你的经历来看的话 嗯 你觉得自学带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我脑里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就是世界只要一改变 那我就很愿意去清掉我脑里那个快取 然后去看说原来世界是这样 那如果长期在应试教育跟体制教育底下 难免还是会有一些执念 因为当时就是要背这个才会考到一百分 那然后就算世界已经改变了 这个已经不是真的了 那就是地理已经变成历史了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还是会脑里放着一些标准答案 那对我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嗯 那你刚刚讲说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嗯 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例子可以说 就是比如说你是怎么样清掉你脑里的快取的 嗯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具体的例子嘛 好比像说像我在小的时候 那当时台湾的环保 回收这些意识还不是非常的普及 很难就是一面赚钱 然后一面做工艺做环保 那常常是说你赚够了钱 然后再去加入一些环保的工作 或是你上班时间是赚钱 那下班去净摊啊 或者去做什么事情 那在当时这个二分是非常的清楚的 没有谁提出说你可以一面做工艺做得非常好 然后一面赚大钱 这样 那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永续发展目标 这十七项 我还要特别 永续发展目标 这十七项的精神 那这十七项就是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它特别就是在讲说 我们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盈利跟商业的模式 那不管是把海洋的废弃物变成石油 不是石油 变成燃油 那或者是说去把这个生殖能 就是我们本来以为是废弃物的东西 然后去再次变成能源 还变成能跟植的这个循环等等 或者是说去把大家可能觉得 就是我们在写软体的人 可能会觉得维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大家透过抛弃料 诸多财产权的方法 可以做出像Fivefox这种 一面赚大钱 但是赚的百分之百都投入 网机网路的这个自由开源的这个公益活动 也就是说赚很多钱 跟创造很大的公益 它不再是好像一个零和的 你要在中间去拨动的 而是说这两个可以彼此加强 然后那就可以两个都做出来 那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创新 或者是我们五月要办的那个社期高峰会 大概都是把这样子的例子给大家看 但大部分的人听到还是会 像一世的想说 可是你是公司吗 你不就是要赚钱吗 为什么现在宣称你 公益是主要的使命 或是里面是一家NPU 我为什么赚那么多钱 那但是在这两个就是脑里的固着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上 其实我是一接触到像这个叫三重底线 Triple Bottom Line的这样一个概念 脑里马上就把快据清掉 因为我当年并没有在考试的时候去回答那个公司以引力为目的 等等的那些标准答案 所以我一向也不觉得公司一定要以引力为目的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意思 对 谢谢 写到我们第四个问题 对 就是也是你一个 好 就是之前就现在的对比 对 我觉得现在台湾那个教育环境 嗯 不管是大众都有自学理解 比解這個詞他們在做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說就是自學本身 對要自學的可能投入成本 或是說家庭的社經地位 或是家庭的包容度 你覺得有差異有改變 因為我是第零代的自學生 我那時候還不合法 所以那當然是現在當然好態度了 如果跟我那個時代比的 它不只是需要有資源去支持學習 它還必須要有類似像公民不服從 這樣子一種態度 因為它真的是違法的 如果不是有校長照的話 每天都要發錢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當然你沒有一定的 就是能夠說服校長的那種能力的話 其實是不可能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的難易程度跟現在 絕對是天壤之別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就是說 當年我只能用網際網路這個系統 還當職員系統 因為並沒有就是自學生的團體 然後也沒有就是所謂的團體跟機構自學 這樣子的一種 你雖然不在學校 或一半時間不在學校 你還是可以去附著的 這樣一個組織 在當年也沒有社區大學系統 所以其實都沒有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以說是幾乎完全要靠自己的 就是人脈 對就是人脈 就是講穿了就是這樣 那所以這個時間的成本 以及社會關係的成本 當時是非常非常高 那現在的話 我覺得主要是社會關係成本 有大幅降低 你只要加入某一個社群 那個社群自然會幫你稀釋掉 就是摊提掉 那個需要就是去跟社會解釋的這個部分 然後現在也有法院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也不是什麼反抗運動 高達10%的學生 這個喜歡這樣就可以這樣 那這也不是什麼 好像是會影響到升學 因為以前通常學歷要等兩年 現在也不用了嘛 那所以所有這些 我覺得跟社會說服 跟家族說服的這個工作 現在基本上都是由法律跟現有的團體 已經歧視掉了 那所以最難的我想還是說服核心家庭嘛 就是學生自己跟父母 那就是當初你在說服的這個階段 你是怎麼樣 就是讓他們先不要談認同了 就是他們怎麼接受的 其實我是告知啦 那但是 對 因為我就已經跟校長達成協議了 所以你是先跟校長達成協議 當然當然 對對對 因為如果沒有校長的支持 這根本不可能做到 就是技術上就已經不可能 做到 對那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其實家裡本來就對 我在持續進行學習 這件事情並沒有什麼懷疑 就是我不管是在學校還是不在學校 他們本來就知道我一直在做學習 在做創作等等 而且這後面也還有一個安全網嘛 就是說就算我這個就是 就是中錯個一年半在 那但是我保送資格還在嘛 我只要在國三就是畢業的最後一秒鐘 決定要動用那個保送資格 那我就又回到正軌裡面去 所以說當我在國二上學期結束的時候 跟他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可能也是有一種 好像就讓他試個一年半嘛 反正如果試個一年半發現不work 一年半之後你還是可以上高中啊 對 所以這是等於是有一個反省 所以你是當初是在一個有 保送資格跟就是學歷的狀況下 你選擇了就是先試試看這樣的 對對我我們不是在試了 我就已經很確定了 確定要走上去 對大人來講 他們可能也有一年半的時間 可以在心裡去調適嘛 而且他可以中間不斷告訴自己說 啊反正不行的話他就會高中 那你當初就是實際在做自學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型態是比較像 比較像現在的就是跟學校 對其實比較像 因為我就是一中錯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學列出附近大學的課表 然後有系統的去旁聽 那當然也包含在網路上繼續做一些研究 那這樣大概半年之後就開始創業了 對所以我常常強調是說自學並不是在家自學 很少在家 大部分時候都是在不同的學習團體裡面 嗯嗯嗯 所以 嗯 開教 所以你是自 欸 當初你是 開始自學之後 你開始旁聽的大學是正 正治大學 對 那時候是怎麼樣想到要去大學 對 因為第一個我們北鎮國中 與正治大學走路大概六十秒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地緣上面就是非常自然的 對 那二方面當然因為我爸媽都是正大的 所以 他們的老師很多也都還在教 所以他們也會比較放心出 當年教他們的就是宇天聰老師 那我現在去聽還是宇天聰老師 那這樣他們也會覺得比較能夠理解 就是我正在學怎麼樣的課程 因為他們當年就算沒有學過 至少他們的朋友也學過 他們的同學也學過 所以你當初聽的課比較都是你爸媽上過的 不是他上過 但至少他認識這個老師 或者信任這個老師 對 那 那 那 這樣子的話 所以你離開古中之後 你覺得你還是需要這樣的學習資源來去折承嗎 當然當然 因為尤其是哲學 因為我當時怕聽最多的就是哲學 只哲學裡面有一群人一起思考的話 那那個思路是走不通的 很少有哲學家可以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做出全部的哲學工作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網路對我的啟發是說 我有很多看事情的角度 我可以看到世界上看同一件事情的角度 有這麼這麼多 但是這個怎麼融合成自己那裡的思路 我覺得還是要像這樣面對面討論 因為當時視訊其實不是很發達 對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有一個就是哲學系 有一個哲學所 那能夠或者是中文系等等 這些比較注重思辨的 那我覺得對我還是非常重要 那你覺得現在的台灣的教育環境 如果他要脫離大學 就是不利用大學這一塊的資源來學習 的話是一件容易的 很多有社大腦 現在有非常多類似大學的系統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越來越多的網路社群 它透過可能線上讀書會 或者是一些就是網劇 它同時照顧到說 就是怎麼講 社群的情感聯繫 我不知道很多人 會每個禮拜固定時間 約在這個廚房吃飯 然後但是就是在研究工作上 大家可以分頭回家去做 但那也是因為現在的就是 視訊的技術跟網路上面 共筆寫作這些技術 變得非常的發達 所以常常你在開個共筆 還比就是你約個時間 在某個地方畫個白板 要來的容易 對那這是科技造成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更不依賴於大學 對那當年的話 因為沒有這些線上數位寫作的技術 所以類似大學這樣子的場合 還是很重要 那你覺得就是 可能在你那個年代 就是當你開始做自學這件事情 雖然得到了家裡的認同 或是接受 或至少就是 對啊 綿與同意 對 那就是可是你說你還是常常外出嘛 對對對 還是很多需要外出的場合 那就是面對可能大眾 或是說 就是他可能只是一個路人之類的 對 他有些人真的真的會好奇說 嗯 為什麼你一個小孩子 會在這種白天的時間 你不是在學校 你是在外面 就是可能外出 然後他就會好奇嘛 對 那你當時有遇到這樣的狀況嗎 然後你是怎麼樣去跟他解釋 我當時看起來也許 跟我現在看起來年紀差不多 就是我會很刻意的去穿西裝 然後或者是就是把自己打扮成 就是相當成熟的樣子 那所以就是別人看起來 可能就是一個娃娃連的大學生 或研究生 這樣 那這當然也是一個類似保護色吧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成如你講的 就是我光是走進政大圖書館 就已經會引人側目了 但是當時因為就是蠻刻意 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比較成熟 所以就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你覺得現在的社會環境 對於就是長的娃娃田的自學生 接受度高了嗎 我覺得這個要看地區耶 這很難一概而論 就是說如果本來就是一個 魂靈的知識社群 像現在很多大學因為做高校生根大學 社會責任等等 它本來就有一個 好像半社區大學的 這樣子的一種概念出現 當然社區大學本身就已經是這樣了 那你如果在這些場域出現 沒有人會管你看起來幾歲 因為本來這就是一個魂靈的環境 對那但如果有一些 他真的是比較 就是一般參與者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那這樣的話當然你會 還是會看起來有一點格格不入 那這個時候糾葛兩三個人一起去 是哪有幫助 糾葛兩三個人 就可能就是結辦 結辦區的感覺 是啊你反正你一夥人去 就自帶正當性 真的 OK 那當時你是怎麼樣去調適說 就是可能會面對這樣的目光 對 因為我的興趣其實就是做研究 然後去就是好奇心你剛剛講的 對所以就算是大家有好奇的目光 我也會覺得說好奇很正常嘛 那我就跟你解釋一下我是怎麼一回事這樣 對所以我還是以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態度 而不是覺得說好像說格格不入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因為本來就是與眾相同才是幻覺嘛 本來每個人就都不一樣 那只是說大家平常是為了溝通方便 先這個把大部分不一樣的地方先從而不亂嘛 然後我們來討論我們共同感興趣的這個主題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很重要就是說 自己在加入一個場域的時候 預先有一個設定就是我想在這邊學什麼 那別人如果問你專心怎麼來這裡 那你就說因為我想學這個就這樣 所以其實是沒有像心理預期的那樣子 那麼的困難或是可能會遭受很多的疑問之類的 就是帶著一種平常的 不是疑問是很多嘛 就像我現在網友這個整天召喚我 當然都是因為有所疑問嘛 那就是你把疑問看作是一個對話的開始 對 那就是接下來 第五個問題是說 開始自學在七集 這個剛剛回答過了 對 這是剛剛說到的 對 可是剛剛好像比較少提到說 你在德國那段時間的經歷 對 可是德國並不是自學嗎 對 德國我還是在體系裡 對 那當地的小學我覺得 當然它下課時間是相當早 所以意思就是說它本來下午三年以後 你就是被預期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 那這個習慣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你一開始就相信小孩 能夠去安排自己的時間 那它在這裡面 在就算是在上學時針裡面 它的就是自由運用時間也比較多 當然我們現在興克剛 自由運用時間也不比德國少了 但是就是當年 比起在台灣的大班智的教育的話 那當然會覺得說 德國的教育體系裡面 注重這種不預設任何前提的 讓小孩自然的互動 這樣子的時間是比較多的 那你覺得那一段時間 就是接觸到了 比如說同儕或是師長 就是對你後續開始自學的印象 我覺得兩個 一個是說 真的我覺得當時雖然我降讀一年 就是十一歲去讀十歲的班級嘛 可是那些十歲的德國小孩 我覺得都比我承受 而且都比我在台灣碰到的 可能是三四歲的人承受 因為他們都很小就被要求自己做很多決定 那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一個滿震撼的 就是覺得說好像不是說你十八歲才突然被要求承受 而是說你從七歲就慢慢慢慢每一年都要更承受一點 那這個是我覺得當時一個觀念的一個轉變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當時就是我爸在那邊做就是博士論文 那我們家客廳常常有很多他的研究主題的一些 就是流浪回不去本國的一些天安門的運動者 在我們家聊天 那所以我就發現說 其實這種跨領域的知識傳遞 常常才真的能夠激發出新的東西 你又是關在特定的學門裡面 往往就是在重複一些大家已經想過的東西 你把它做得更精細而已 對所以這種跨學們的討論的這個感受 氛圍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最近很多大學在慢慢開始推 或者是青大在推的那個新教育方 對或者CAPSTONE 或者是學院本位取代學習本位 對 非常多的 對目前就是有慢慢開始有這樣的 培養學生這樣子跨領域學習的意識 對那你會覺得說 你剛剛提到說就是這樣子會滿激發所有的學生 就是對於不會拘泥在特定的學門 對不會拘泥在特定的世界觀點 對那當初就是這個激發的意思嗎 對 沒有啊就是讓我覺得說 我本來就不覺得有什麼標準答案嘛 對 那現在是連說連標準的取得答案的路徑都沒有了 那當時對我影響滿深的是 就是有一個叫做菲尔阿本特的一個就是科學哲學家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反對方法 那他就是說他覺得科學其實就是anything goes 就是怎麼樣的進入都是科學的 對不起 怎麼樣進入都是科學的 那個安娜其實的科學進入 我覺得當時也是給我滿大的刺激 然後我們繼續下一位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這個不在補充裡面的 就是因為剛剛聽到你說說你在德國那一段的被影響的經歷 對 然後你當初是先講一下你自己怎麼樣要決定回台灣的 其實我就是心痛病然後要開刀 然後吃不慣德國的病房的事物 然後決定回台灣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很宏大的理念 對那但是我覺得我爸媽他們其實被影響的比我更深 就是他們看到說德國的教育系統 其實你不需要特別去去對抗他 他就已經是能夠充分的讓學生讓家長跟讓教師是一個彼此協同合作 而不是好像是全部都委辦出去的那樣一個關係 對所以他們可能也因此就有一些創業的想法 就開始萌芽了 那但是當然我回台灣一年之後媽媽就真的開始創業了嘛 那就是中資學院 那時候當然我就會也會去接觸一些教育哲學 或者一些經營方面的一些東西 然後也盡可能就是在我的能力範圍內要去幫他練嘛 你當時是中資學院 其實對就是他們在試陪的時候我會參加他們的試陪嘛 然後像他們在規劃數學科的時候 那我會幫忙去講說這個數學的就是你先叫什麼再叫什麼 那他的學習地圖我們現在會叫做學習路徑了 那怎麼去規劃等等 那大概就到這個程度而已了 我之後參與比較多的反而是 他們把中資的一些想法接近成熟 像乖孩子的想最終啊等等的時候 我也幫忙做一些編輯工作大概這樣 你剛剛講到說就是你回來其實就是為了開導嘛 對啊是啊 因為我主持大夫在台灣嘛 沒有什麼宏大禮 沒有什麼宏大禮 對 他就是說你回來就是為了要活在 我照人畫面 要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然後為跟你一樣的人做一些事情 是當然當然我是很願意就是 為跟我一樣的人做一些事情 對那但是說是不是只為台灣做 可能並不是這樣子 我一向的想法就是說 我如果做出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創新的話 他應該是整個人類或 甚至不一定人類啊 包含接下來的別的智慧物種 就是整個整個文明是可以去共享的 所以這種非常愛相愛徒的這樣子的講法 就是我可能有講過 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排除性 不是排除掉其他國家 那到是什麼樣的場景 像你講的那個我看一下喔 然後就是說 就是說 OK謝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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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對 反正就是 對是 不用 六跟七其實我都回應過 然後 嗯 第八個其實剛剛也有點 對 其實已經差不多都講過了 那 那我們來個詳細 詳細一點的版本好了 對 可能根據你一天的生活是怎麼樣 可是其實 其實我沒有這樣子用天來當時間結構做安排的習慣耶 因為我的一個學習計畫或一個研究計畫 它常常是跨天的 意思就是說 當時我常常可能二十幾個小時不睡 或者是三十幾個四十幾個七十幾個 都很常見嘛 所以對我來講是創作或者是學習 嗯 OK 到了一個段落 那我才讓自己休息 所以其實在當時完全沒有一天為單位計算 嗯 比較像是一個 就是目標 嗯 然後你盡力的在那個時間 對對對對對 然後大概就是睡前創作到一個程度 然後才 才放自己去睡 創業的時候是這樣 嗯 嗯 那可是就是比如說你去大學 旁廷他還是會有一個 比如說他們人家還是有課表啊 沒有耶 我會跟教授約好比上說他們研究室的時間 嗯 或者是反正他們能夠接受的時間結構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去旁廷只是真的是認識教授 跟認識朋友啊 也有去敲派社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是說實際上的活動常常是一對一的 像當時跟Tim Lane跟藍廷教授就是一他方便的時間 然後我們直接約在研究室進行討論之類 所以我維基有一種時間結構其實是 呃就是自己決定的這個想法 我很少去硬性要去配合那個學校的課表 嗯 好了解 然後 這樣 所以你剛剛講到就是學習資源 你比較像是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就是需要靠人脈 或者說可能要自己主動去尋找 嗯嗯嗯 對 那 嗯 對於就是 學習 怎麼樣尋找學習資源 你有一些什麼樣的資源 學習資源我覺得還是你的問題意識要先出來 你的問題意識就會帶動這些資源 就是如果你知道正確的關鍵字 那其實你透過這些關鍵字找到正確的人 透過人再找到更多正確的關鍵字 就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沒有這個像種子一樣的問題意識的話 那其實就非常容易走馬卡化 然後沒有辦法去聚焦 所以我覺得學習資源幾乎永遠都不是問題 除非你要做的是像 不知道你需要大腔子堆撞機這種非常特殊的設備 那不然的話其實學習資源我覺得現在都是很充足的 嗯 剛提到說問題意識 對 那就是可能就是 剛脫離學校是剛開始自學的學生 他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或是說他可能根本就還沒有開始培養所謂的問題意識 那就完了 你會覺得就是多放長時間這樣子 就完了 對 可是你當初可能比較少遇到這樣的狀況 對因為當時網路是一個非常新的東西 所以光是瞭解為什麼網際網路會改變人的行為 這一個問題意識就已經做不完了 對那當然我們現在有很多新的東西 對 好 然後最後一問題 我還要趕時間 沒有關係 還有五分鐘 最近在 近年來台灣就是 嗯 就不一定會馬 學生不一定會馬上升學 他可能可以先選擇 比如說他去當 智狗 海外智狗 對啊 對 就是gap year 或是說他可以申請 就是最近 嗯 正在推 教育部正在推的那個 出去賬戶嗎 那你會怎麼樣看這樣的現象 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像有一些人是他 高三 然後他已經知道他會去哪個大學了 那他中間有一個gap month 就是有好幾個月的時間 那現在也有看到很多 不好意思 那在這段時間裡面 現在也有看到很多人 他是會去學一個學程 或者是說 現在也有就是像AI的課程 就是專門針對這些高三的學生在開 那他選一學可能就覺得 哎 那我也不一定要去大學 他就把這個大學mation放個一年 然後先去投入引用 或先去投入你剛剛講的這些職工的工作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棒的 因為你越做這些事情 問題意識越確立 問題意識越確立 那你真的大意的時候 你才更知道說 你跟教授其實是平起平坐的關係 他只是比你先開始研究這個主題而已 那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問題意識 就直接進了大學 不管你是什麼科系 那都很容易被那個科系的主流的這個想法帶著走 對 所以就是說一個是學習的主人嘛 是自發的 那另外一個是被動的 好像我就先從必修科就是修一修法的這樣一個想法 所以我會很鼓勵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那你可能空半年 空一年 空兩年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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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